搞笑解说鱼姬的一生 鱼姬从小就喜欢洗舞,心地善良 村里的小朋友在学校被欺负,都是她这个大姐大去帮忙 在学校也是一名校花,身材又好人又漂亮 惹得很多精神小伙喜欢 18岁的鱼姬在学校毕业了,找不到适合工作 被姓曹的精神小伙骗去当海盗 会武术的他,很快就成为了一名海盗船长了 每天就喜欢劫岛国船,劫来粗,都会给穷人 方圆百里的穷人,都喜欢喊他大善人 25岁的鱼姬,不当海盗船长了 回到了故乡,把多年存下的私房钱 于是开了家戏院,每天都会登台戏剧表演 他喜欢台下一位精神小伙,好像是西楚霸王 于是他们就这样在一起了 30岁的鱼姬跟着精神小伙西楚霸王征战沙场多年 攻占无数城池 他们两个就建立了西楚国 他也成为了一名西楚女王 后来他跟着一位老头学习修道 40岁的鱼姬跟着老头修道十年了 法术已经出神入化了 某天晚上突然仙光一闪 原来是仙界来接引他 于是他与化成仙 成为了一名仙子了 你们猜猜西楚霸王是谁 还是姓曹的是谁 谢谢小可爱们 记得点赞收藏关注我 下期想看谁 在下面告诉我